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非克鲁哥国家公园Cruiter National Park,一只小鹿为了逃离二只狮子的追捕,竟然自投罗网落入另一处狮群中,瞬间惨遭狮群扑到分尸,全程都被影片记录下来。 综合媒体报道拍摄影片的25岁教师比斯勒Hans Bischler表示,当日天气炎热,他们开车到国家公园,突然看见一群狮子从丛林中走出来,而另一边有二只狮子在追逐一只小鹿,迫使小鹿朝马路这一端的狮群跑去。 比斯勒指出,小鹿原本想一跃而起跳过狮群,但敏捷的狮群立即将他抓下,小鹿就像是自投罗网,让狮群享受既快速又简单的大餐。 比斯勒说,我已经去过这公园14年了,每年大约2到5次,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,简直太神奇了。